现在的巴以冲突也导致了后续的危机 因为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急去的恶化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大批的民众现在是流离失所 也面临严峻的水电供应困难 还有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联合国表示 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26万人流离失所 而在以色列全面封锁之下 加沙唯一的发电厂因为缺乏燃料 在当地时间的11号下午停运 在约旦河西岸 大批死前在以色列工作的加沙工人 在冲突爆发后被强行驱逐 来到临时避难中心寻求庇护和医疗援助 有工人表示 尽管在以色列境内拥有有效的工作许可 但仍遭到以军的暴力对待 而在持续遭到以色列空袭的加沙地带 当地居民和儿童聚集在 由学校改造而成的避难所 战区民众表示 当前处境艰难 缺乏食物和各种必需品 对寒冷冬季临近感到担忧 并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早前表示 自拜以冲突升级以来 加沙地带已有超过26万人流离失所 并面临因封锁而导致的水电短缺问题 有关人士指出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围困 将让当地200万民众 完全处于停电状态 与世隔绝 其实我们感觉这里 that Israel is gradually trying to bomb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nd disrupt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n Gaza so that a genocide and bombing and wiping out of entire neighborhoods and residential blocks would be done without with complete blackout without those people speaking up or speaking to the world 近东和中东地区 红十四国际委员会方面表示 基于长期的物资和人员流动限制 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加剧 世卫组织11号也表示 加沙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电力燃料等供应告急 让局势进一步恶化 自冲突以来 加沙地带已确认发生 13起医院等卫生机构遇息事件 目前预先部署的物资 已经迅速耗尽 而联合国方面 正在致力于建设人道主义走廊 以内送关键物资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